记者吴梦伦台北报道,1998年推出的迪士尼动画《花木兰》受到全球观众喜爱,真人版也即将开拍,女主角花木兰确定由中国女星刘亦菲演出,男主角则由纽西兰及华裔演员安又欣出现。 在中国出生的安又欣与纽西兰长大,俊俏外形迷倒不少少女,她曾与季培会演过抖英级归练。 据Deadline报道,真人版《花木兰》中的男主角并非动画版的李翔,而是一位叫陈红辉的小兵,是花木兰的同袍,且会有感情发展。 另外,真子丹饰演训练花木兰成为优秀军人的恩师,皇帝一角则由李连杰演出,而动画版中的反派雄奴善于则以拱立所饰演的女巫取代。 截然不同的剧情引起两面评价,有人认为角色完全不同何必要叫花木兰,但还是有不少粉丝期待崭新的发展,纤细热烈话题。 真人版《花木兰》由刘亦菲演出。 翻射自刘亦菲微博,安佑欣将饰演男主角。 翻射自安佑欣脸书,真子丹饰演花木兰的恩师。 资料照,记者攀少堂社。